下一个getPIP 这个是依赖用的 就是装PIP的东西 然后把PIP给它装了 装完之后呢 装完之后 哎 我找一下 好 这句话 装完之后就有这个PIP这个命令了 然后通过PIP这个命令呢 装了一下叫flask 对 Python那个flask 然后装完 装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运行这个文件了 但是刚开始运行呢 发现我个人访问IP访问不进去 访问不进去 我发现是 我发现是这块原因 就是它把这个项目跑下了 但是跑在那个 127.0.0.1上了 其实这个.0.0.1相当于谁了 不是虚拟机 这个相当于容器了 因为咱们容器相当于单独一台电脑 等于这个127是在容器里边的IP 在虚拟机里边都访问不了 所以说这个你肯定访问不到的 然后所以说我把蛋白给稍微改了一下 改成这个 如果它是House 对 House是IP 对开放的IP 然后House端口给它指定到这里边 那这个程序再运行了 刚才这谁访问我呢 是吧 然后运行 运行完了 然后我们再访问它这个IP 也就是因为我在它那机上开的这个机器 所以呢 就是访问的是16.174 然后给我返回一个打印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简单的去 布一个 这就是布一个Bib了吗 对吧 这不是就搁外边直接能访问吗 然后像刚才的话 就是 这块 然后没指定 它默认的是本地的 这块没指定 然后Person APP 你看它跑的是本地的 然后你外边再访问的话 它访问不到了 好了 当然这个是通过我们代码给它改了 后边呢 我们还有方法 就是说还有方法用多个方式给它修改 就是将 就是容器里边那个 IP加端口映射到我本机的一个IP加端口 也可以映射出来 后边咱们再说 好了 这个东西先关了 这是咱们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咱们简单揭几个图 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WGAT 然后完事儿是下了个PIP的 然后是安装 安装完之后通过这个PIP 通过这个PIP 通过它装了一下Flask 然后是 这句话 把那项目跑一下 跑一下 跑一下 然后到这儿 到这儿的话 这个页面就可以访问了 然后就是通过浏览器访问 好 这是这样一个案例 那么我下边 我看看下边该啥了 对对对 弄个事是吧 我这个自个儿给跑一下挺好 是吧 咱们弄个事 就是说得给它放景象里边 是不是 那就放景象里边 来在这儿 这个是APP 然后我现在给它编个什么 编个这个Docker 对 DockerFail 刚才你不提醒我 我都没什么感觉 这音韵行好了 给它编一个DockerFail 然后这个DockerFail 咱们都是 你注意这个文件的话 你都是从一个 从一个系统开始 你懂吧 你比如说咱们最开始 写了From这个CyndoS 就是说从CyndoS 一个系统开始 之类之类再去执行 其实这个是一种 或者说 咱们之前用MyCircle 看MyCircle那官网 你直接写MyCircle也行 其实你直接 FailMyCircle的话 它相当于 从那个MyCircle 景象开始 但是你又发现 MyCircle景象 它是从DB开始 所以说这一层一层 它自己会去依赖的 那么对于这来说 你就可以从Python开始 我本机是2.7的 那就拿个2.7的 所以说你看 我们这样去 装环境 是不是特别上事 你就指定一下 我从Python2.7开始 那么它需要的所有东西 它都自动去 过往自己去拉的 懂吧 自己把那些东西 都拉取下来 那么落下之后 你比如说你在写个什么 label 这个name 或者说作者 other 等于 写个作者 然后对于这个 DockerFail 咱们最开始 应该去run一下 PIP install 就是通过PIP 去把那个Flask 装一下 我刚才自己呢 机器是下了一些PIP东西 它那个官网 那个应该是有PIP 我直接run了 通过PIP 装了一下Flask 然后呢 copy 加入我们本地的 叫APP.py的这个文件 给它拷贝进去 就是说你搁这 直接指定一个目录就行啊 你比如说 给它指定个APP 就是说给它搁在这儿一个目录里边 它没有这个目录呢 它会自己去这么建一下 给它搁进去 然后搁进去之后呢 我们给它walk.dr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walk.dr 是不是我们进去啊 进这里边去 因为你如果不进这里边的话 你后来在那个执行APP.py 它可能就说找不到 对吧 你得给进去 进去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端口 刚才你哥 它里边 咱们直接开它127那个 你可以给它那个映射一下啊 就不录出来 一个字post 应该这样拼吧 不录个5000端口 cmd 这个我用个eic的写法 执行 就是用python执行 这个app app.py 其实跟我们在本地执行是一样的 就是进入这个目录 因为呢 我们文件就是在这个目录 然后进去之后 执行 就这么点事啊 这是编写的 Docker Fill 好 这是Docker Fill搞定了 然后我给它就编译一下 也不是编译 是编成那个image Docker Build 起个名 还是起我那个名 Flask Hello Word 第二 行 现在呢 它自己 你看 首先第一步 它要拉取那个python 这个2.7 这是从那个官方去拉的 一会儿等它拉下来之后呢 我们给把这个 营免制运行起来 都可以啊 就是你容器里边就算起1.7的也没关系 我们后边讲 Docker Pose时 能把它映射出来 那也都没关系的 其实一般的我们就是写127的 就是不加IP的 因为你并不知道它是啥IP 有可能变的 就直接写映射那个127的 然后真正用的时候呢 就给设置一下帮路 就是说设置 它里边起码 它那IP不固定 但端口固定吧 你比如说 把里边那5000端口 暴露到我本机的5000 就你自动访问本机的 就映射进去了 这个东西又比较慢了 这个东西 我还得给它跑一下 因为跑起来之后呢 我好说运行中 对container操作的事 行了 这视频 这个网站又不给力了 行了 我先试一下 然后首先是 Flux Flux Flux官方没有呀 你看官方没有 那我下个别人的 这个肯定是别人的 下个这个吧 也不知道谁的 试一下 那我应该直接扑下来 不对呀 我现在想编译景象 那我直接扑它的 不就不就直接有镜像了吗 不能扑它的 那这个不行 你看它没有flux的 看到吗 它没有 那这个你还不能直接拉它 你就得Centro S 行 我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我估计还是网的问题 来个二吧 我刚才写错了吗 哦哦 对啊 Python 2.7 对吧 这拉曲它老是超时 2.7 我看看它写的啥呀 2020 people of future watching 那我换个版本换个3.6的 换个3.6 嗯 豆瓣的呀 嗯 行吧 我改一下试试 那还拿刚才那2.7 后边改成你这IP对吧 嗯 TIP豆瓣 你还直接报的是什么呀 这个我之前没有指定这些东西啊 之前是网都是ok的 没想到这个教室网这么次 刚才 刚才 刚才他报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吗 哦 让哥前面加一个这个是吗 就哥这加一下 我那个刚才还需要吗 我那个刚才还需要吗 行 加的对吗 加的对吗 嗯 嗯 好像不行 看他这个能跑下去不 不行 跑不下去 在刚才前面呀 走 PIP-A 这个东西 你说改成这个格式是吗 行 看来这个不行 我行 我试你这最后一招吧 这个 PIP 接喊 然后-I 我整个的I不有你那文号吗 然后-I LUSC - -D 对 看什么 看 像 嗯 他说里边这个不对写的 -C-I Return No zero 大概有命令不对吧 嗯 PIP 把后边的删了试一下 不对 那看来这最后一招也不好使了 其实这个网折腾的没折 这个东西啊 其实按照我之前的做法呢 没啥问题啊 我之前那个做法没啥问题 只不过在课档上 好像这个复现不了 呃 就是说在这块呢 直接就是run 这个 PIP-install 就是install 行 其实这样就行了 这个我刚才也截图了 那他要不行的话 那这也没折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他运行起来之后 呃 然后我们是可以把它这个里边 就是说 把那个APP 其实已经布进去了 布进去之后呢 这个在在个外边访问是可以访问的 懂吧 啊 这个应该就是单纯网的问题啊 因为我这个 被课实刚刚做了一遍 我在我那是没问题的 嗯 嗯 对 这就是应该就是网的问题了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试一下吧 嗯 然后文档 嗯 嗯 嗯 这个可能 网的问题 编译失败 哦 然后这个运行都会运行吧 嗯 嗯 就是直接Docker run 这个 等等等就行了 懂吧 这个是运行 跟前边是一样的啊 嗯 嗯 OK 然后这是Docker咱们一个案例 然后这个 这个案例完事啊 其实我刚才如果运行起来 我想跟你说 咱们运行个现有的吧 咱们看一下有什么能运行的啊 这个既然运行不了 咱们找一个能运行的 你比如说这个CentOS是不是可以运行呀 这个可以吧 嗯 那么这个可以的话 咱们之前这个运行 是不是Docker这个run 这个CentOS呀 嗯 CentOS 其实我现在如果Docker container LS 它是不是没东西啊 也就是说它跑了一下 是不是直接给关了 就等于运行完了呀 对吧 等于是这个运行了一下 但是运行完之后呢 它就直接自动关了 哎 Alo-a 我太多了 这个是刚才跑的这个CentOS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上午说是不是可以交互运行 我进去去跑呀 可以去交互运行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 你还可以让它后台运行 就是说你一直跑着你别停 呃 有一个Docker run 你指定一个钢币 对 钢币呢 这个是后台运行啊 哦 哦 这个是将向后台运行 哦 好了 然后后台运行的话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当前运行的景象情况啊 先给它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Docker这个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ls 哎 嗯 我应该是后台运行着呢呀 跑完了又释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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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了一下 Send OS 那我Docker PS一下 你看也没有 嗯 我记得这个东西是后台运行的呀 刚D 我看一下啊 自动结束了是吗 嗯 刚IT啊 刚IT 刚IT 我直接进去了呀 等一下 我这卡了 你机器卡了是吗 又甩锅给你了 哎 行了 哎 不动了 哎 动了 Docker run 你们说刚IT想当这的话 它就进去了呀 ITD是吗 嗯 现在看一下Docker container 哦 这个可以啊 哦 那这命令我记畅了 我记得刚D呢是后台运行 那看来你不不IT的话 它还是释放了是吧 嗯 得分配一个 嗯 得分配一个 对 那就ITD 那ITD呢 它现在是我给它后台运行的 把刚才那图书提换一下 这个是后台运行的 嗯 然后现在的话你查container是OK的 嗯 然后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我们其实 呃 还可以跟外部跟那个Docker进行 那个交互 对不 对不 交互去执行 那么交互的话 其实 那个ESEC 它呢是可以做那个交互的 就是Docker 这个ESEC 刚IT 啊 刚IT 然后呢你可以去跟那个 就跟它吧 做一个交互 嗯 嗯 并败水 并败水 但是它现在进去也没什么干的 应该是 直接进去了 对我现在进去也没什么干的 其实我刚才想把那个程序跑起来 然后再互相去做一下 但是没给我跑起来 我这进去干嘛呢 哎 进去 就退一下吧 呃 这个的话我们再给退一下吧 一个 一个 呃 呃 然后比如说想停下container 你就把这个ID给它停一下就行 对 在这直接停一下 哦 现在没有了是吧 这个是停止啊 嗯 嗯 嗯 想搁这儿吧 这是停止 竞性 啊 停止container 呃 同样呢 现在这个里边container呢 又是比较多了 你是不是又可以集体的删一遍 对吧 这因为又比较多了 Docker RM Docker PS-AQ 这个应该是可以删掉的 等于就把它这些-AQ 就是查出那些ID 怎么删一下 没了 -A 对 也没有 行 这个删干净了 删干净了 看一下我们下边该做上了 -A-E-C 然后Docker安利2 那就做个安利2吧 这个安利2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快速去搭建一个Stress 对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是做那个Lineas系统压力测试的 它是做这个Lineas 系统压力测试的 这个应该我们直接RUN就行 自动的从那个官方拉一下 就是Docker这个RUN RUN啥呢 刚IT 然后 咱们来个U版图的 先来个系统啊 对之前我们如果指定了毛号14.04那就是那个版本 然后这个就是最新的 最新的是几了 16还是几 18了是吗 一会儿呢把这个U版图这个经商下起来 我们这个交互进去 搁里边呢做一个压力测试试 试一下 哎 这个进去的是吧 呃 它这边下载下载 然后进去了 OK 那么进去之后呢 我在里边直接去装一个apt这个get 直接去装一个stress 同样的你先update一下 然后aptget 这上边那个例子就没做出来 这个希望老男孩这网给点理是吧 看着又凉了 看着又凉了 这个网是不通什么 不是 这个东西你自己做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我现在是aptget 没有pin 对 这就是一个罪减系统 还有啥别的命令吗 这个我估计它够呛一样 有呀 你连pin都没有 aptget pin unable to local package 得先给它更一下 但是它连不上网呀 嗯 不是啊 我自己做的它下去就可以上网的 两个啥 两个啥 吹一网 吹劲啊 吹劲啊 这全都得断了 对啊 这保证呀 干啥都不行 嗯 想想那这个又做不了 你看就上边这个第一个案例做不了 导致container也做不了 那这个案例做不了又导致下一个也做不了 SenoS的那个镜像呀 那里面有 我试一下 我先把这个退了 你说我运行一下SenoS是吗 拼一下 嗯 它卡住了 没有解析 哦 对 没有解析 那我就拼他自己吧 那我就拼他自己吧 192.168.16.174 这可以的 拼个啥 你说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机器 就是这个机器没网 哪盒配 不是 这个跟我这没关系 是那个机器 对 对 那我用别的机器试一下 我发现 是不是我应该换台机器 换这个台机器试一下 对 然后Docker Run 哎 你是给关了吗 我这咋没反应 没有 哎 行了 我试一下你的机器可以不 Docker这个 Run 一下 -IT Ubuntu 我之前就这么做的 哎 你们后边你们机器这样做 可以吗 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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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有行的是吗 哦 哦 你用你用微甜的是吧 那你开一下微甜试一下 嗯 可以是吧 我之前也可以呀 可以是吧 可以是吧 我之前也可以呀 嗯 嗯 嗯 哦 也行呀 嗯 对啊 那我连你的吧 嗯 我得去给你充其一下 你稍等一下 嗯 嗯 嗯 你那个不是虚拟机 你直接本机对吧 哦 那你跟我这不一样呀 那我还没法连你 因为我这连虚拟机能直接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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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连呀 我搁这书是吗 我搁这书是吗 你说一下IP多少 我发群里 你发群里别 你直接说吧 啊 啊 16.177 177 我用户名呢 啊 啊 用户名 百度 百度 啊 嗯 哎 还真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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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 一二三 百度 一二三 一二三 嗯 嗯 还真行 嗯 行 那我连任他的了 嗯 嗯 连任他的试一下 首先我先Docker 这个 你Docker能用吧 嗯 嗯 Dockerrun一个-it 然后U 版图 哎 这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直接apt-get一下 update 对 然后装一个apt-get-y install Install Express 你看他也可以啊 看看人家这速度是吧 哈哈 哎你那个为啥这么快呢 哦 你开代理是吗 VPN质量好 哦 VPN质量好 那看来这三十的不行呀 你那个多少钱的 公司的 哦公司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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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这这些事呢 实际上还是那个网络问题啊 大多数都网络问题 因为这个课 我已经讲过两三遍了 不太可能爆雷的 行了我这就一直讲吧 就先不下课了好吧 我讲就是可以早放个十分钟之类的 就不下课了 这搞定了 搞完之后呢 这个我看一下装哪了啊 位置 这个可以看一下他给你搁哪了 是搁这个usrbin下了 然后关于这个stress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帮助文档 就是stress 然后-help 这是它那个帮助文档啊 嗯 可以看它里边是需要一些参数 然后 比如说 看看有什么这个重要的 对 对 你像这个-cpu对吧 什么-io 这些呢明显是干嘛呀 这个对于系统资源呢 可以进行一些测试 或者说进行系统资源的一些这个限制 嗯 怎么玩呢 比如说我这样这样搞 这个stress 嗯 它有个杠杠 vm 然后1 1 对 咱们等会看一下效果呀 然后 word boss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debug输出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debug输出啊 这个你看是在做那个不停的一个输出 嗯 它这个做输出的话应该启动的是一个默认的-cpu 找一下啊 vm1 嗯 刚刚vm1 vm-bass bass vm-worker-default 呃 这个他说的是如果你用这个vm去讨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他默认是占256这个这个内存的啊 就默认是占256内存 呃 那这儿你看刚才他跑的感觉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一直在跑 呃 然后现在呢我给他指定一个指定一个内存 就是超出咱们这个容量的一个内存 就是说跑一个程序我给他指定需要特别大的一个内存看一下 这个是压力测试 他是可以指定的 stress 比如刚刚vm1 给他指定个大小 vm这个有个bass 呃 就是这个东西bass 然后这个bass呢 你如果默认的他是256 但是我们给他指定大一些啊 你比如说我给指定个这个 50万 这个肯定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内存吧 没有这么大 然后我再让他去跑这个程序 你这机器咋不挡机呢 正常情况他是挡机的呀 这个出来了是吧 呃出来了他说个fail的complete 嗯 看来你这个bass tour跟跟这个linux不太一样 你这是mack是吧 mack系统 哦容器里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没问题 这个正常爆错 应该说是memory 然后什么cannot failed之类的 就是说这个内存不够用了 这是他正常爆错 但你这我都设置这么大了 你还够用吗 再来个零 嗯 嗯fail的run 你那儿不报错呀 怪你怪你 哈哈哈哈 这这个正常的话 他会报一个呃fail的 然后cannot什么memory之类的一个错误 嗯 你们其他人就回去试一下吧 因为你们其他人的网络 隔这儿不成 然后他这个没有报错啊 就正常会报一个错的 其实就是呃我们这个 就是给他指定的这个容量 或者说这个内存已经超出他实际内存了 他跑不了越上去 其实在他这儿虽然没报错呢 但你发现他也没有像上边这么去压力测试了吧 对吧 这个程序他已经跑不了了 呃因为他这个 这个内存是不够的 呃那么对于这种 这种问题的话 呃我们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些这个资源限制的 嗯 给他先退出去啊 好到这儿了 嗯 然后这个Docker Run 我们看一个帮助 Docker Run Help 嗯 Docker Run 这么多呢 Docker Run里边应该有个--memory --memory --memory 就是说我们起这个容器啊 其实你可以对于这个容器 它可以使用的memory进行一些限制 呃就像咱们建这个虚拟机 我给大家发这个 我建好的一个虚拟机 是不是用2G的内存啊 对吧2G内存 然后那个CPU那核数呢 我给调成四个 你可以给调小一点 调成一个 省得这个特别卡 对 也就是说我们建一个虚拟机 你是要指定各种资源的 他需要什么资源呀 需要多少呀 这些是需要我们指定的 那么同样的容器 是不是也相当于是一个虚拟机啊 一个容器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虚拟机 所以说呢 我们在创建它的时候 我们之前都是直接模仿去创建的 就直接Docker Run一下 就就完事了 呃 但是呢 这个事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个 你可以怎么着 这个自己去指定一下这个大小 是不是啊 自己指定一下大小 然后这个怎么指定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那个事 呃 我给它 嗯 打包成一个 打包成一个 导致费 然后启动时再去指定一下 你这有没有home呀 我搁这儿建个文件 哦 没有完了 行 哦 我搁这儿先建个文件 建个目录吧 点儿 建个目录 哎 嗯 你不让我建目录吗 嗯 不让我建目录吗 哦 还叫密码 哦 还叫密码 哦 还叫密码 哦 没东西 RS 没东西 换个文件夹 什么 换个文件夹 你这有啥文件夹好用的 就 就 就 加入我 哦 我这个 我这个 哦 直接这样是吧 哦 我这把mac当linios用了 嗯 行 先建一个文件夹 哦 这回行了 好 这个进 进去 呃 进里边没东西的 没东西呢 我去这个创建一个dower fill 哦 这里边 from 呃 有版图 这很快的 因为刚才已经下好了 然后执行刚才那个命令 apt get get stress ok 呃 执行完之后呢 我让他把这个 机器抛起来之后 把这个stress 啊 给我运行起来 直接用那个ntree point 这个是咱们说的执行命令 呃 然后执行啥呢 这个东西刚才已经看了 是在usr这个bin下 有个stress 把它给抛起来 嗯 然后呢定一个cmd 一个空的 这个呢 这个cmd如果定成一个空的话 啊 他意思是 这个东西抛起来之后 等待接收参数 啊 等待接收参数的意思 嗯 嗯 然后可以编个这个build 钢梯 嗯 就按我那个前坠 然后是 油版图 嗯 就按一下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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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他在等待啥呀 我看看我没写错吧 嗯 更新一下元 然后安装 对这个应该没关系的呀 这个没关系 那那我把那个命令先删了试一下 先把那个删了 嗯 你看这个跟那3D应该没多大关系 这这个网我看又费劲啊 没事我直接还是把命令先告诉你啊 我看把命令给你写这 嗯 对对写这 如果我们想对这个容器的话 对他这个内存进行一个限制的话 应该你这样写啊 就是 刀客 转 他那个刚才咱们看了 他转后边是有个参数的 叫这个杠杠 Memory 嗯 Memory 然后呢你直接就给他指定 你比如说你给他指定个200兆 等吧 呃之前呢如果说你不指定的话 呃你运行一个比如说50万的 他直接就报错了 就是说什么费务的呀之类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启动刀客 你给他指定一个他自己这个嗯 上线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200兆 那么你运行个250兆程序 他自动就说你这个内存不够呀怎么着的 就是说嗯 他会告诉你怎么回事 然后不会说直接崩溃的呃 然后这个后边呢你可以再执行那个惊项 比如说刚才是建了个U版图 U版图 Stress 对 然后你转起来之后呢 实际上是跑起来这个压力测试 那么你可以直接这个杠杠 VM E 杠杠 Workboss 就直接去测那个程序了 就是跑起来并测试 呃 这时候呢其实已经设置大小了 然后后边你再给设置50万的话 呃他就模样告诉你不行 啊 这个就是说怎么对他的内存进行一个限制啊 其实你如果不限制有可能是崩溃 也有可能是卡死啊 还有可能像他那样是不报错 这个我之前都是那个崩溃或者卡死的 啊 这个是对内存限制一下 人家CPU的也同样可以限制啊 哎呀咱们这上面意念讲 我现在就想看了 直接靠这儿 靠这儿 这儿 这个Docker Docker Run里边呢 它刚才还有一个杠杠是CPU 啊 CPU就是你可以设置这个容器 起来之后它占几个CPU 呃一般呢我们会设置一下 这个看你机器自己了 对吧 看你自己设置多少了 我看一下哪个参数怎么写的啊 这个停了吧 这个停了吧 Docker Run 嗯 刚刚还有谱 它有个CPU CPU 嗯 对 其实设置这个就行 CPU Share Int 这个Int 其实就是几嘛 对吧 对 这个是设置CPU的 然后具体说几呢 你可以比如说设置这个四个 项目内机器就是四个 对 而且呢 大家这个抛起来容器之后 之前是不是看过 比如说Docker container LOS 嗯 这是在跑的一个container 这种container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呀 看到没 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它默认去生成的 其实这个名字我们一般会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容器 你布的是U版图 你又给它起个名叫这个 什么MyU版图 你布的如果是MyCircle 你可以起个叫什么MyMyCircle 对吧 给它起个名 然后你后边再用的话 比它更加直观一些的 呃 那你在这儿Share一下几个 然后你可以再起个名 直接搁这起就行 你比如说起个这个Path1吧 然后后边呢 这边又是那个镜像 这是设置下内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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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下啊 如果隔这儿开一个窗口 不行不行 我那个Doggerfield 起不来这儿做不了 那这块实验还是做不了 嗯 嗯 行了 没关系 这个大体这个这个大码呢 我是给你写这儿 就是说用什么呢 给你写这儿 嗯 然后我有一套那个之前讲的 就是讲完的 我之前在别的地儿讲 网络没问题 都是一次成功的 那视频给你到时有啥问题 你再看那个视频好吧 嗯 等我这个下节课讲完了 一会儿给吧 那个是 后边都是齐的 把那个给完之后呢 然后最后一节 咱们再刷题之类的 行 先存个事